记者洪瑞琴台南报道,107学年度大学入学指定科目考试,今天,一日登场,台南一考区两个分区台南一中,台南二中,考场秩序良好,无重大违规,仅有一件考生未携带规定证件的小违规。 大学入学考试中心自107学年度期取消至发准考证,考生应携带国民身份证,或有照片验保卡或护照,或居留证或驾驶执照证本入场应试。 承办议考区的成功大学表示,今日上午首节物理科,台南一中市场有一名考生携带学生证,而非规定的有效证件,经监视人员查核并确认系考生本人无误,先准与应试,但因至当接考试结束铃声想必前,规定的证件仍未送达,扣减其该结成绩。 今天台南一考区考试人数统计,物理科应考1493人,缺考86人,化学科应考1585人,缺考79人,生物科应考1079人,缺考70人。 7月2日继续进行第二天考试,考数学以,国文,英文,数学甲,7月3日考历史,地理,公民与社会。